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没有能力就不要当官 想要贪污也不要当官 好我们看曾文 section 的案子 因为 桃园的地方法院 以500万元交保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有几个看点 我们今天来谈 第一个到底贪污犯 如果说你收了钱了 然后再把钱还回去 这样子是不是还是贪污罪 第二个就是 我们其实看到之前有一个电影 今天礼拜天 绿营的群组 现在都静悄悄都没有什么声音 一片就是被吓到了 他通都被吓到之后 惊若寒残 可能有人要私底下找人去讲话聊天 忍不住的一定要找一堆人去聊天 然后去搬救兵 但是郑文燦的昨天的一天 应该是相当难受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敢在风头上面 去看他或者是说去给他献策 但无得如何他总是可以见他的律师 他的律师也都是蛮有经验的律师 而且不止一个律师 所以像这样的案子 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谈的 通常我们在侦查的过程中 没有人有经验啦 可是以郑文燦这样的历练喔 他应该有相当的经验 他还懂得说他今天不出地检署的时候 他必须要面带微笑 至少你要表现出你气很长嘛 对不对 那他心里一定非常的清楚 有谁在暗算他 有谁不想犯过他 那什么案子他可能会卡关 那我们从桃园地院 当然地检不符抗告中 可是呢我们从桃园地院 所公布出来的 为什么是500万人交保 我认为 我也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啦 可是从桃园地院的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地检手上没有多少证据 这一点我跟其他的所谓的评论员 或是争论节目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事论事喔 如果今天你是检察官 你手上有很多跟郑文燦相关的罪证 而且你已经查这么久了 然后你要之前就已经申请过好几次 要去搜索郑文燦 但是桃园地院都不允许 因为搜索扣押这个事情 涉及非常重大的人身的保障 所以这个是法官保留原则 必须要法官同意发搜索票 检察官都不可以自己做 那法院据说已经四次驳回了 那也就是说 你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服法官 要去搜索郑文燦 那今天他以相对人 有四个人拿钱的人 中间有见过面的这些人 有四个人被收押 有一个人因为是90岁了 都跟台塑高层有关 那这个90岁的人才没有被收押 但是呢被以1000万元交保 比郑文燦收钱的这个人 交保的费用还要高啊 那你也没有串政之余 所以你今天检察官拿出来的资料是什么 其实就光只是一个案子而已 并没有很多案子 但是检调有时候办案他们希望怎么样 他们希望可以从一个案子顺藤摸瓜 然后借由这个案子去搜索扣押 然后把案子打开花 所以目前看起来检方有一点点 虚张声势 他就是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证据 这个也符合我们对于郑文燦的判断 就是说他在政坛毕竟这么多年了 如果今天他要收汇 前面有很多白手套可以去帮他处理 如果他要收政治现金 那必须要在他竞选的期间 那机会很少 因为他连续两任的桃园市长 所以只有在竞选的期间他可以募款 那另外还有没有可以募款的机会呢 他在帮别人辅选的时候 比如说他帮林志坚 帮这个后来的郑运棚 在辅选的过程中临时换降 有没有可能企业界已经把钱放到他那边 尤其后来的郑运棚 然后这些其实都不会入账 很多企业给钱他是不喜欢 你在选举的公报上面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的 他怕以后有什么不测试风险 反正钱要给你 他们搬钱的方法很多 他也不要收据 这个行之多年的 所以郑文财在这个空间 他都没有放过 这个我们当时就听了 桃园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他都懂得怎么去钻那个缝隙喔 那何况是跟土地开发相关的事情 那好了就是终于被抓到一个了 抓到一个就是曾经有500万 然后后来把500万还回去 这么明显的金流 他是当事长当到疯掉了吗 昏了吗 怎么会留下一个这么明显的金流 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所以我相信他目前会有可能的答辩的方法 就是这个不是行贿 这个是私人的借贷 可是私人的借贷你要有理由 就是说我为什么借了这笔钱 那为什么这笔钱这中间有没有花掉 还是一直parking在某一个大水库里面 因为以今天正闻看这个案子 有一些人的看点在哪里 说喔 礼拜六啊 礼拜六谁有办法在30分钟之内 去筹出500万的现金 其实是这样 他当时是礼拜四回来 然后礼拜五要去上班 结果呢 礼拜五就没有去上班了 所以礼拜五那一天一整天 他都在桃园递检 他在被征讯中 然后也通知了律师到场 好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准备 在揣测 他的交保金大概会是多少 所以礼拜五就有准备了 而且我相信准备的金额超过500万 因为我们从递检的这个罚警 在数这个钞票的时候发现说 那是一捆一杂非常少的钱 很扁 所以每一张都是2000块 其实2000块很少流通 那2000块一扎看起来是新钞的感觉 然后所以就扁扁的一点点 500万就有一点点的体积 那这个很明显的是从银行拿出来的 没有人会把500万用200块 放一堆现金在家里 所以我判断这是礼拜五的时候就处理了 甚至我猜测他当时所提出来的现金 远远不止500万 2000万3000万都有可能 然后没有想到法官只裁了500万 所以很高兴就赶快把500万拿出来 30分钟 其实旁边的律师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同一时间的工作就是交代家属 交代他的幕僚工作人员 就是我们估计大概会是多少钱 因为这个案子相关大概是什么情况 所以礼拜五应该就已经准备了 然后礼拜六的凌晨 就是当庭要生压 郑文灿他总是要装作镇定 所以在听到生压的时候听说他是面无表情 然后对于整个侦查的笔物他看得非常的仔细 然后最后法院裁定500万交保 已经到了礼拜六的下午了 所以他是被折磨了两天的时间 不是媒体说什么16个小时不是 他其实已经被折磨了两天 然后中间会让他睡觉会休息 可是我相信他也睡不着 就是整个人一定是非常的疲惫 刚下飞机回到家就被请去调查局了 请去递检署了 所以再看整个案件 如果从法院的就是拒绝把他收押 然后只是用500万交保 整个事实的陈述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所以有人期待说检查官手上一定有不止这个东西 我相信检查官手上有不同的怀疑 有不同的案件 但是苦无证据 这一件案子是有金流甚至可以凑得上 可以缩得上 而且主要是被积压的这些人 他们都有一定的口供了 好那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华雅科技旁边的一些地 这些地都是农地 这些地主希望能够搭华雅科这个便车 然后可以变更地幕 变更地幕可以盖房子 你科技园区在这边 我旁边盖什么 盖住宅啊 甚至可以做一些 不是科技园区的 但是其他的周边的相应呢 他总要有一些配合的嘛 甚至光是盖7-11都很好 所以变更地幕本身你当然会有收益费 但是谁才能变更 当然是地方政府嘛 然后这个变更呢 当然不好意思让你白跑 所以呢事实上台湾人就是这个样子 直百抽一至少给个百分之一的这种红包谢礼 然后前金后谢 这个都是要的 可是这不是采购案喔 采购案给个前金后谢百分之一直百抽一 好像很正常 就像我们在疫情期间 你的整个疫苗采购 你的整个这个什么口罩国家对 这个对那个对的 这些东西直百抽一还算 正常 可是如果是土地的开发呢 尤其是变更地幕绝对不止这个行情 所以今天礼拜天嘛 我们也让大家来回顾一下 曾经有一个电影叫做大佛普拉斯 大佛普拉斯的剧情呢 不就是现在刚好放在郑文燦你就可以理解 当时大佛普拉斯为什么这么演 我们下一段进来 超值回馈 买世界冠军水 送日本细枣土吸水地点 三秒瞬息 较其他大垫提升70%的吸水力 获奖插画家独特设计 五种样式随机出货 可泉水洗 天然矿物 纸浆纤维 限量30组 请速选购 JCR分离子能量发生器 厨房减少洗剂70%以上 浴室仅需少量洗把筋 减少沐浴乳与香皂用量 保护皮肤健康 免滤芯 每六个月转开能量发生器 清理水中杂质 即可恢复水量 现在特价只要3000元 请至台湾人商店选购 好 抽成是惯例 大佛普拉斯呢 他当时这个 我们看他的 导演 这个导演的名字叫做黄信尧 而且大佛普拉斯当时 得了很多 在金马奖他是大赢家 虽然是一个小本的电影 也没有很大的卡丝 可是呢 他后来卖座也卖得很好 可是黄信尧 他虽然是 科班出身 他本来就是学戏剧的 他是科班出身 可是呢 他在毕业没有多久的 第一个工作在哪里 他是在 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然后那时候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是前民进党的 五连霸的立法委员 叫做高志鹏 好 那所以 这个黄信尧为什么对于台湾的政坛这些疯狂这些对话这些细节他为什么这么的熟悉 其实跟他当时是民进党市党部的助理的这样一段经验有关因为他后来也对媒体说过 为什么他戏里面有一个高委员 这个高委员呢 会对助理什么 上下起手 然后搞办公室的不伦练 那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影射高志鹏 他说不是 而是 他是在感谢高委员 因为那时候对他很照顾 所以才会让他知道政治圈的什么 所以整个大伯普拉斯在演什么 其实讲的就是他从 民进党 这些从政人员 这些政治生态里面看到的现象 那除了大伯普拉斯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高委员 他还有一个角色 是一个副议长 这个副议长姓刘 他名字叫刘三成 一二三的三 成数的成 姓刘嘛 老三成 这个台语也是老三成 就是你只要经过我的所有的案子 我都要留下三成 验过把毛留下三成的买入财 然后里面很经典的有一段对话 就讲说啊 今天我们是朋友 所以呢 我只留三成而已 不然的话对一般人我是留四成 有一段时间郑文灿 被说成什么呢 叫做郑四成 这个故事是从大伯普拉斯里面来的 好所以我们不放大伯普拉斯好 我们就是其中有一有一段很经典的就是 这些政客 在浴池里面 三温暖里面 然后里面还有 女孩子在那边陪他们唱歌 一边沐浴一边唱歌 这个对话的过程我觉得蛮经典的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播放让大家回味一下 其实这个电影蛮值得在看的 就是一般的庶民小来百姓 不要说结婚了谋生都很困难 他们这群朋友里面对不对 有多少人是独居然后 生活品质多差好不容易能够 有一份活口谋生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没有女朋友 然后看着老板 对不对 把妹 看着这些政客 生活过了这么多彩多姿 所以没有钱的人的生活是黑白的 有钱人的生活是彩色的 然后所有人苦闷怎么办 就求神问佛啊 结果佛像里面 还装着一个被谋杀的尸体 这个结局有点开放 所以究竟这个人是被 这个女的是被掐昏了 其实没死 然后被焊在这个佛像里面 结果等到法会的时候他醒过来了 所以在大佛里面在敲击 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不是真的发生命案了 所以整个电影 包括他的对话 包括他有很多冲突 然后表现出来小市民的无奈 其实蛮值得一看再看 所以当时为什么他可以从金马奖搬走那么多的奖项 有他的原因 所以很多年的酝酿才能够酝酿出一个这么好的电影 那高志鹏呢 这个高志鹏也刚好有一个案子 最近他被关出来了 然后他想要提起再审 结果也被驳回了 这个案子是怎么样呢 就是高志鹏当时被起诉的时候是说 他在台中有一个国有的非公用的市场 成猪的成猪价的这个价 成猪的价构案 他涉嫌收受有益成猪的一家公司 叫做东风格 大概新台币50万的政治现金 那法院呢 根二审依图利罪 判他夺重呢 判他四年六个月 此夺公权四年 然后他入狱服刑是在2019年 之后呢在2021年假设出狱 就是做了一半 做了一半的老之后假设出狱 然后他就提起再审 结果被驳回了 他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抗告 这样子 那所以是不是应验了很多的现象 但是我们看高志鹏 他收了50万 就被判了四年六个月 那如果是这个郑文燦的案子呢 现在我们从不是从地检的说法 而是从地院的说法 地院说地检你给我这些资料嘛 我依这些资料 我不认为有积押的必要 但是应该要交保 为什么 他确实看到资金的流向 然后也跟这一些可能在积押中的 这些同案被告的供词对得上 因此五百万交保 那五百万对于高志鹏的五十万 他是不是应该要关十倍 不至于 但是会被关两倍判两倍的刑 很有可能 记不记得林医师 林医师的事情都已经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 那我们都不知道 林医师这一对夫妻现在的现况如何 所以法院对于贪污制约条例 其实从来只要罪证确凿 判刑从来不手软的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餐 一个餐费然后伪造文书 然后去炸领公费 这个也都判得非常的重 几千块也都判得非常的重 所以通常律师接到这样的 涉及贪污制约条例的案子 那也只能尽量帮当事人 就是符合他应该要承担的罪责 但是尽量怎么样 承认罪行然后有犯后回忆 然后能够求储清判 空间大概是非常的小的 你如果说想要印再一道这个无罪 恐怕会判得更重 因为你从头到尾不承认嘛 那现在看起来是正文算 从头到尾不承认 好那到底有那么凹的过去 而我认为 以目前的资料看起来很难拗的过去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赖清德 赖清德在接受媒体采访吗?不是耶 那看起来就是旁边没有媒体 赖清德有一个行程 然后有一个人拿着手机 拍赖清德的说法 然后赖清德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那个是在外面在户外 所以风吹了他的头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说一样说我那一段话 说得很重喔 不管什么人 你只要犯法了 剪掉就应该要正办到底 所以讲了这段话之后 也就是说 有证据可以办 我要认定这个钱是什么性质 那完全是假官的一念之间 判刑呢 如果讲说罪夷为亲 只要有一点点的可能性 就是认为说 这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什么 借贷往来 那你就不能判他行 可是要证明是借贷往来 那就要看 你这个钱进去之后你在干嘛 那之后为什么还他 这中间为什么没有利息 你们两个之间为什么会有借贷 然后当时郑文燦的整个资产申报是多少 你说是借贷 只是这钱进来之后没有用 然后为什么会parking 将近一年之久 然后又再 完全符合整个土地开发 内政部驳回之后是这笔钱退回去 所以只要是赖心得有意志要办的时候 以目前的情况看来 郑文燦应该是难以脱身了 那所以他会在牢里面待多久呢 如果以高志鹏的情况 我认为郑文燦被判个十年左右 是很正常的 而且可能也不冤枉 为什么呢 因为郑文燦应该不止这个案子 但是未必有证据 我们下一段进来 三秒瞬息 较其他踏垫提升70%的吸水力 获奖插画家独特设计 五种样式随机出火 可泉水洗 天然矿物 只将纤维 限量30组 请速选购 JCR 分离子能量发生器 厨房减少洗剂70%以上 浴室仅需少量洗把精 减少沐浴乳与香皂用量 保护皮肤健康 免滤芯 每六个月转开能量发生器 清理水中杂质 即可恢复水量 现在特价只要3000元 请至台湾人商店选购 好 虽然民进党现在他们自己的圈内 就是一片的静默 但是只要有被嘟到麦的 像陈希麦 没有人出来替郑文燦讲话 都在讲什么呢 勿往勿众 赶快把事情水落石出 大概都是同一口径 但我们要知道怎么看案子的美美嘎嘎 固然呢 今天郑文燦是去日本回来 然后事实上7月5号他要去上班的 可是 如果我们今天要动手 启动的人决定时间嘛 你可以是礼拜一抓 你可以是礼拜二抓 你什么时间都可以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礼拜五 礼拜五动手 把人带走 没有人知道 只有谁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呢 没没嘎嘎是什么 第一个 静电视又出现了 我们说赖兴德的厂厅 谈话的时候 静电视不是问他一个问题吗 讲一个高度啊 总统的什么 愿记协调啊 丢球给他 而且做球做一个很好的球 很有高度的球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静电视跟 赖兴德的关系是友善的 他没有去问他比较刁难的问题 好 有一个比较刁难问题 应该是工商时报问的 问他 这个 有关于 中共又寄出台独的 这些 惩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 最高可以判死刑 那你怎么说 这算是比较刁难的问题 在那一天场听谈话的时候 好 那可是 赖兴德用的法务部部长 跟他有渊源 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那都是台南地检出来的 那包括现在台南地检的 这个检察长 好 也是跟赖兴德有渊源的 在对付李全教那一亿 跟他合作过 好 好 那现在 现在我们的法务部 跟进电视的关系啊 已经有好好几次了 你整天就说 侦查不公开 侦查不公开 可是 可是 进电视就是可以有独家 你说独家从哪里来 他说独家我不告诉你 那所以 回来 这件事情看点是什么 他的时间掐得非常的准 不但有独家的报导 而且是在礼拜六让新闻发酵 在现在我们所有的焦点 都聚集在国会的情况之下 周末总是要休息的 人不是钢铁啊 总是要休息 是周末没有什么声音 也没有什么新闻 就你在礼拜六炸锅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两天的时间过得好像很漫长 礼拜六炸锅 所以呢 所以 所有的新闻全部聚焦在这件事 我们已经忘记了上个礼拜 国会发生了哪些事情了 这个新闻的操作的能力是 非常的厉害的 非常的娴熟的 然后再来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礼拜六让你交保的时候 就看你筹钱的速度有多快 那三十分钟筹五百万 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郑文灿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官啊 你可以想像如果是三四十年前 有任何一个文官或是县市首长 交保的金额这么高 他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筹出来 民众的心里会感觉什么 哦 你的身家 可以这么的丰厚 那就会更给舆论一个感受就是 那看起来就是贪官嘛 好 所以这个时间 掐得很紧 眉眉咳咳咳 那可是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今天法国部一直在讲的 常常假官在讲的侦查不公开 恐怕只是一个笑话 那再来就是 只有绿营的人被吓到吗 不是耶 我看到有媒体 因为周末嘛 连记者都没有在上班啊 那怎么办呢 需要镜头啊 需要采访这一些 政坛的这一些 包括立法委员啊 或是一些议员啊 对不对 所以包括民进党 像吴征啊 像蔡逸余啊 这些人似乎都不是别人采访他哦 每一个人都是拿着自己的手机自拍 自拍一段而且都很短 自拍一段之后 那他们通常因为看着镜头眼神会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他自己自己拍的 那看起来都是手机自拍 好 那有的人个子比较高 像吴征男生嘛 他可能就是手拿着这个手机 就是这个角度在拍拍自己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所有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看到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给你的感觉 我觉得绿莹包括吴征跟蔡逸 他的表情是有点惊恐的 犹豫的 甚至陈其迈 这么娴熟的一个政坛的老将了 那媒体在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他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 媒体会问他这个问题 他的表情也是 凝重的 甚至不敢多说 好 那我们来看国民党 或是民众党 民众党是黄国昌出来 他大概就是一号表情 他甚至也不去多做政治上的揣测 他只是认为说他本来就不止一个案件啊 郑文川涉及的土地的弊案只有这一件吗 不只这一件 要查 而且怎么这么久才查 好 那他不去多做政治的揣测 但其他的委员包括蓝营的委员 好或者是已经卸任的或者是 甚至是议员啊 我觉得他们自己的给我的感受 那个表情也是惊恐的 就说哇哦 你现在就可以这么下重手 那我们是 你跟你对 站在对立面的在野党耶 你会下什么重手来对付我们都不知道耶 所以大家委员都要非常小心 你的助理费好不要虚报 你们是一直都被盯着的 那所以最惊恐的我认为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民众党的 高宏安啊 高宏安的案子应该很快会有一个结果了 然后 柯文泽啊 所以现在最有可能下一个是谁 有人说柯文泽 我是认为黄伟泽在光电的事情上面 他很难是干净的啦 而且很多案子他也被传过了 好 所以黄伟泽会不会中奖 好 柯文泽呢 柯文泽应该跑不掉了 所以赖心得可以借着打贪打币 可以顺便把他在2028年可能的对手 党内党外一次解决 这当然是一见二顾嘛 又可以得到民意 那反正支持你的核心支持者也不会投票给我啊 但是我可以把中间选民 希望看到查币查摊的这些中间选民给拉回来嘛 所以一个政治人物有这样的判断跟考虑 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我们不需要去谴责他 选民要看到的是什么 你把币案全部查出来 至于说你要什么你要光环你要选票 那个是side effect 那个是附加效益 那是副作用 那个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因为谁坐在那个位置都ok啦 但是你必须要有执政的能力 你必须要查摊查币 真的把国家这个机器治理好 让它有效能 不要让百姓这么的痛苦 这就是基本款嘛 那至于两岸的问题 国际的问题 那个有太多客观的条件 你说一定要要求一个总统实向全能 那也不实在 那也不实际 对不对 好所以就这件事情本身呢 我认为 嗯 下一个会是谁 其实这些人其实心里应该都有数 然后下一段我们就来讲 既然是在郑文灿的生日的时候动手 那我们要提醒一下赖清德啊 蔡英文的生日是8月31号 至少根据所有的公报 选举公报看得出来 她的生日是8月31号 那8月31号之前要不要动手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超值回馈 买世界冠军水 送日本细枣土吸水地点 三秒瞬息 较其他踏垫提升70%的吸水力 获奖插画家独特设计 五种样式随机出货 可泉水洗 天然矿物 只将纤维 限量三十组 请速选购 JCR分离子能量发生器 厨房减少洗剂70%以上 浴室仅需少量洗法精 减少沐浴乳与香皂用量 保护皮肤健康 免滤芯 每六个月转开能量发生器 清理水中杂质 即可恢复水量 现在特价只要三千元 请至台湾人商店选购 好 我们当然期待就是 赖兴德她现在掌有国家的机器 掌有实权 能够把蔡英文的问题 可以查到一个水落实出 我们可能不要求你一定要查 比如说列列箭 什么弊案什么弊案的 但是至少论文门的事情 给我们一个真相 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画一个据点好不好 好 那 那 因为现在陈菊还在位置上 甚至他也实质的控制了高雄 就是包括各种提名 对不对 就是 即使在 党内初选的那一亿 陈菊并没有支持赖兴德 可是赖兴德你不能期待他说 你这一次亲党 你清理 民主进步党的内部的这些问题 然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 他有这样的实力碾压所有人吗 未必有 在各地方的诸侯有可能反扑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让他一步一步来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所以大伯普拉斯啊 这个电影 刚刚已经想说如果有条件的话 大家回去看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哪里有上映 可能有一些戏剧 是在哪个平台可能有 或者说有一些违法网站可能可以看得到 或者我们就去回味一些片段也不错喔 那 这也是一个现象啊 我们如果说一味的责怪贪官喔 可能也未必 可是这些民众的无奈是什么 当我们要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时候 他就不理你啊 那你就必须要咽过拔毛啊 我们说一头牛剥几层皮啊 剥一层皮可以啦 但是你要剥好几层皮的话 那就尸骨无存了 那不行啦 所以一般的人都会允许被剥一层啦 可是要知道 现在郑文川这个案子 已经被羁押在看守所里面的人是谁 就是这些地主啊 你只是想说你的土地可以活化利用 而且本来就已经在科技园区旁边了 所以给我们一些发展的机会跟空间嘛 希望政府地方政府在做土地重化 在做开发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到我们的要求 所以这个案子本来 郑文川是批给他们怎么样 可以地主自己 重化 不是征收 不是征收 甚至在 这个捷运的这个出口啊 他还去移动过这个捷运站的位置 然后现在因为是张善政嘛 所以呢 他又把这个站点把它移回原来的地方 那他的评估跟判断是说 这个是根据计算跟科学来的 他不是可以随便去移点的 好那光是移点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有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案子 案子太多了 可是我们回来就是说 民众的无奈是什么 我们希望自己手上的土地可以开发 那可是你要找方法 你要找管道啊 不然的话你的土地永远是废在那里 荒在那里 或者政府有一天 跟财团勾结的时候 他就直接低价把你征收了 你必须要努力啊 可是当你在努力的时候 如果涉及行贿 那你是非常重的罪啊 并不是行贿的人没事 这就是民众的无奈 你遇到了现在政坛 就是为了要选举 必须要累积非常大的资源跟资金 郑文山为什么要 兜这么多的钱在手上 如果你要选总统 你没有钱行吗 甚至有一些钱是一直 parking在外面的人手上 可能开发商啊 这些能够留白子黑字吗 还不行耶 所以一旦你在政坛上陨落 这些没有账的东西就怎么样 全部被黑掉了 黑吃黑很正常 大佛普拉斯 为什么叫大佛普拉斯啊 是因为黄信尧之前拍过一个电影叫大佛 然后也得过奖 然后所以他在拍这个比较大部头的完整的电影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变成是大佛plus 加码的大佛 叫大佛普拉斯 他后来又有一个得奖的作品 叫做同学麦纳斯 就是一个是plus 一个是minus 同学麦纳斯 然后也因此这个男主角得了这个最佳男主角奖啊 纳斗 所以 嗯 这种非常接地气的电影 把小市民的心声都讲出来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有一天走向民主法治 可以把这件事情真的做到好 那我也看到 有人留言说 那美国的司法就很正常啊 检察官该起诉就起诉啊 该判刑就判刑啊 那我也说一下我的经验啊 普遍是这样 在个案上面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到了特殊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可能就未必 就是这种考虑是很多的 比如说川普 川普因为最高法院 对于总统有没有刑事豁免权 这件事情做了判断 所以呢 本来不应该可以影响到州法 基于州法做的判决 因为联邦是联邦 州是州 并没有联邦一定凌驾于州之上 因为州法还是为准啊 那 他是因为商业的文书造假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是去支付律师封口费 那律师帮他出的嘛 所以他是支付律师封口费 结果他的商业文书啊 说成是支付律师的顾问费 那商业文书的造假就是发票 开利不死发票啦 就是以台湾的角度来看 比较容易理解 不是太大的问题 通常发发钱就失了 结果因为 他们把他每一个单笔的发票 都当作一罪 所以全部怎么样 三十几个案子都判他有罪 那本来是7月11号要判刑 就是在5月的时候断定他是有罪 那7月11号预定要 法官要宣判 到底到时候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是会消失呢 还是会被限制住居 还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不得而知 所以所有人都在等7月11号 时间这么接近了对不对 结果呢 在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下来之后 川普的律师就帮他递了一个状子 进纽约地方法院 说啊 基于最高法院这个判决 我们请求你们呢 延后做处理 你要判刑不是吗 延后处理 结果啊 不但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意 法院同意延后判 连地检署都同意 延后就延后啊 所以当他们气势汹汹 要把川普定罪 一股作气 已经犯罪了 7月11号 就要把他扣起来 结果呢 因为最高法院的态度 因为川普跟拜登的辩论 所以民主党 可能拜登不会退嘛 对不对 很明朗会败选 目前川普的气势大震 你要不要把可能的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把它扣起来 现在法院可能压力很大 连地检署都不敢逼迫法院说 不行啊 就是7月11号我们不同意 不敢呢 那拖到9月底 如果这件事情拖到9月底 会不会不判 有可能啊再延一次啊 再延一次啊 然后就延到已经选举了 总统做完4年之后 这个案子再来处理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这个中间就把它用罚金就解决了 所以说美国司法一定没有政治介入吗 不是 所有事情都跟政治有关 所以为什么要三权分立 无非只是为了要制衡而已 所以法律跟政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法律系跟政治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曾经开过玩笑 法律到最后就是为政治服务嘛 并不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分数比较高 不是科系的分数 入学的许可的分数比较高 这个就是台湾的现实 那什么时候可以改变 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地方政治 仍然是 其实是不分党派 就是只认识孙中山 然后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去从政 不是因为你有政治的 呃 愿望愿景 要去实现要服务乡民 不是 通常是要维护自己的家族 在地方的利益 而这些利益往往跟土地有关 因为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 他只能用剥削土地的方式来谋财 或者是来害命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还好台湾有高科技 可是我们的政坛仍然还在什么 还在土地的问题上打滚 光电的问题也是一样在剥削土地 我们刚刚讲的高志鹏的案子 也是跟什么工有市场的成标有关 这都是土地 赵文燦的案子呢 航空城通通都是土地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真的还给这片土地 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土地正义 这个是我们期待总统的事情 但是在哪一届的总统才能够真的达到这个使命 我们不敢说 那如果以台湾从400年来 历经不同的政权 然后我们曾经在100年前 台湾的大道城已经大家都西化 穿西服 然后小孩子也是一样穿西服 然后有100家以上的这个冰淇淋店 到现在我们来看 其实台湾斗推入了100年 所以真的要往前走 恐怕还要在100年 这个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 未必是真的 如果可以进展的更快 当然我们乐观启程 可是大家也不要想说 要在我们的这一代就可以看到 我们真的像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然后所有事情都可以不要靠红包 不要大佛普拉斯 正义就可以实现 并不是贫穷的人的人生是黑白的 有钱的人生才是彩色的 我认为还要100年 但我希望这个时间可以缩短 我们把它加速 十年可不可以把它完成 可能吗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跟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